今日说法 一个神秘电话要求高女士立即汇款 一位女士来到这里说 她刚刚按照警方的要求汇走了一百万元人民币 警方为什么要打这样的电话 电话里有什么样的气象 事情的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真相呢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一个电话一百万 今天的节目根据北京市警方提供的数据 从2009年1月1号起至11月上旬 北京市普通市民被犯罪嫌疑人 以电信诈骗的方式骗走的钱物 数额接近了两亿九千万人民币 而且电信诈骗案件的日发案达到了四十多起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电信诈骗案件发生 我们先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开始说起 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重温分局刑侦支队 2009年10月16日 一位女士来到这里说 她刚刚按照警方的要求汇走了一百万元人民币 她想问问这一百万元人民币是干什么用的 将来还会不会归还给她 而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电信诈骗案 警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件了 而在警察后的第一时间里 最重要的是争分夺秒 找到高女士画出的那笔钱到了哪里 市主是汇入对方指定账户之后 一级账户之后 他们通过网银系统 将被害人的钱款 分别转入两个二级账户中 然后再由这两个二级账户 再转入53张三级银行账户中 警方了解到 高女士是在10月16日下午 三点半左右把钱汇到了指定的账户上的 随后这一百多万元 从一张银行卡上被分散到了其他的55张卡上 并且被全部取走 发现这区块地点 一个是在山东的印太 还有就是浙江的杭州 广东的合约 对 就算这三个 其他地点 根据这一情况 北京市公安局 重温分局 立即做了相应的部署 现在这样呢 咱们分钟三个组呢 前期先去 这样呢 之一 你带着一个人 去 广东 先去 前期侦查 包括就是 包括厦门 福建 在于说 那个伊德志呢 你带着一个人呢 到山东 宴谈 第三块呢 也就是 是那个谁 这个 陈康 是吧 你带着一个侦查员呢 到这个杭州 三路办案人员随即出发 几天后 在广州办案的警员得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这段监控画面 是重温警方在广东省合园市的一个ATM机的监控设备中提取的 录像显示 10月16日下午3点41分 一名男子来到柜员机取钱 画面左下角显示了他使用的银行卡卡号 这张卡就是转入赃款的银行卡之一 这名男子取钱的时间 距离高女士被骗走一百万的时间 刚刚过了十几分钟 这名男子共取走了两万元人民币 仍旧是这台ATM机 在前一名男子离开后不到十分钟 又一个男子来取钱 这张卡也是转入赃款的银行卡之一 这个人取了一万九千八百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 十多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在山东省的烟台市 浙江省的杭州市 以及广东省的合园市 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不到两个小时 这一百万元人民币就被全部取走 在广东省合园市 警方调取了犯罪嫌疑人 用来提款的这台ATM机的所有监控记录 就在高女士被骗了这天早晨八点多钟 第一个取款的犯罪嫌疑人 就曾经在这里取了两万元现金 而此时高女士还没有被骗 显然在十月十六日这一天 这些犯罪嫌疑人坑害的不止北京的高女士一个人 警方也查看了此前一段时间的录像资料 只发现高女士被骗这天有犯罪嫌疑人取款 看来犯罪嫌疑人是在流窜作案 掌握了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样貌之后 警方案图索记 在取款的ATM机的周围的宾馆里 开始寻找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在这家宾馆 警方找到了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此人姓刘来自台湾 警方以此为线索追踪到了刘某的行踪 跟着这个犯罪嫌疑人来到了四川省自贡市 最终抓获了刘某和其他六名犯罪嫌疑人 在抓捕现场 警方缴获了银行卡92张 手机20部 而现金只有三万多元 他们都是什么呀 当时全年之后 通过上一级 马上给的短信公司 发文一个账户 完了之后 他们发文账户之后 把取得赃款 按他的要求 自己留下一小部分 就按出那提成来说 剩下的全都给马上回过去 签在他们手里不过一 原来这些犯罪嫌疑人全部来自台湾 在整个犯罪链条中 他们只负责取钱 而打电话的上线也在台湾 取钱得手后 取钱人留下自己的那份赃款 其余的钱全部转给台湾的上线 与此同时 其他两路办案民警也有斩获 他们最终在广东省梅州市 抓获了六名来自台湾的犯罪嫌疑人 11月15日16日两天 警方分别从四川和广东 将这13名犯罪嫌疑人压戒回北京 经过审讯 犯罪嫌疑人交代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利用电信诈骗这种手段 他们就骗到了200多万元人民币 那么在整个的诈骗过程当中 他们是怎么样进行设计 让高女士这样的受害人 一步一步的走进他们的圈套的 首先犯罪嫌疑人要向高女士打一个电话 电话的语音系统提示她已经签费 电话签费 如有疑问请拨酒 她随即也就拨了一下酒 这时候就自动语音改为人工台 一个女子自称是电信的客服 她说施主电话已经欠费 要求施主赶紧交款 高女士并没有拖欠电话费 当然不会相信 这个女子就说那你这样 你就报案吧 随即把电话就转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然后电话里就出现了一个男子 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个警官 她说施主的名下的不仅电话欠费 而且施主名下在上海还申办了一个账户 这一样账户涉嫌到一个国际洗钱组织的犯罪活动 这个案子已经是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银监会 已经联合办案 一听到自己涉嫌洗钱罪 高女士就慌了神 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事情之中 对方说的理由是施主的身份信息被盗用 那么目前的因为现在网络上各方面 现在的个人的信息被盗用的情况很多 所以施主就相信了对方的话 高女士相信了所谓的上海市公安局的这种说法 但是电话内端的所谓警察又提出 还要进一步排除高女士洗钱犯罪的嫌疑 那个假警察随即把电话又转过上海市银监会 这个时候第三个嫌疑人出现是一名女子 自称是银监会的工作人员 她就要求施主把施主名下所有的资金 都转入到银监会指定的银行账户内进行资金审查 如果施主的资金合法的话 那么会在短时间内把资金返还给施主 接下来这位所谓的银监会工作人员 在电话里实时指导高女士操作银行转账 完了之后让高女士马上到银行去操作 而且电话不能断 前后持续的时间可能只有 加到一起也只有一两个小时 从接到电话到转账完成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高女士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百多万 就成了骗子的囊中之物 其实从金日说法节目开播到现在 我们播出过很多介绍形形色色骗局的节目 就是提示大家要小心 2009年11月我们曾经播出过一期 深圳的刘女士就遇到了和高女士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 家住深圳的刘女士 在2009年5月8日也接到一通电话 在广州一个什么什么指县指区 说我这个欠了那个电话费 那个家里电话费是我的身份证开的 是我的名字开的 还问我你身份证已被丢失过 我就说我说是丢过人 我不已经小偷抢结过一次身份证 那就是你的身份证开的 同样是告诉她欠费 接下来也同样是对她说 她的个人信息泄露了 涉嫌参与了洗钱犯罪 有关部门要审查刘女士资金的安全性 刘女士为了自证清白 像北京的高女士一样 把一百多万元的巨款 转到了犯罪嫌疑人指定的账户上 警方虽然最终侦破了此案 但是账款早在第一时间内 被贩罪嫌疑人转移到了境外 现在已经无法追回 从这两起诈骗当中 我们能够发现一个共同点 就是从开始接电话 一直到最后转账完成 整个的过程当中 受害者和犯罪嫌疑人 一直保持着通话状态 为什么要保持通话状态 保持通话状态 对于整个骗局的设计 到底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这类犯罪啊 他首先利用了什么 利用了人们应激状态下 所出现的一系列情绪 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 什么是应激状态 就是突然一个突发的虚拟的事件 其实是假的 让你感觉到紧张 让你感觉到焦虑 让你感觉到这个事情 必须马上去解决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人必然会出现这种思维的狭窄 出现这种不够理智的做出决策 因此也就沿着犯罪嫌疑人 为你指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去发展你的行为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 犯罪嫌疑人还实时的要求你 不能挂电电话 其实呢 就是长期的让你保持着这种应激状态 不能去考虑别的 不能和别人商量 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了 人们在应激状态下的心理弱点 一次一次的诈骗得逞 2009年在北京发生的电信诈骗案的数量 据不完全统计 应该是在一万起左右 上当受骗的人有老年人 也有年轻人 职业上有工人 有白领 有行政干部 还有大学教授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 那么一旦我们接到类似的电话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北京市宣武区的王女士 用她的经历来给我们大家 做出了一次有意义的提示 2009年11月初 北京市宣武区的王女士接到了一个电话 里面声称 她的女儿被绑架了 要王女士付赎金 电话里的劫匪要求王女士不能挂电话 不许对别人讲女儿被绑架的事 抓紧到银行去汇款 虽然电话那段的绑匪逼得很急 但是电话这边的王女士 却并没有完全乱了阵脚 然后呢我临出门的时候 带了一张纸带了一支笔 然后我就想着我现在不能说话 然后我就想着 我肯定要跟别人的交流 我得把这个消息得说出去啊 就让别人得知道 这段画面就是当时 王女士进入银行时 监控录像拍摄到的情形 王女士用纸和笔 向银行工作人员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和遇到的情况 我就在纸上写了说 您别出生 孩子被绑架了 现在您就打一个这个电话 问孩子再不在学校 银行工作人员立即按照王女士 在字条上留下的电话 落实孩子的情况 联系上孩子的父亲了 联系上父亲之后 那个一联系说孩子在学校上课 这时候给他结论情况是诈骗 这客户才相信 看来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 只要是我们每个人不要慌 能够保持心理上的冷静 像王女士那样 也许我们就能够成功的摆脱骗局 当然除了心理上的冷静之外 我们也要具备一些 面对电信诈骗的常识 北京市公安局反诈骗的专家 金大志警官 就给我们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些提示 接了以后 主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对方的身份 他要冒用一种身份 冒用 冒用 国家 机关 或者是 比如说冒用电信局的工作人员 冒用国家社会局的人员 冒用警官 冒用法官 不管是冒用谁 我都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我说的是确认 不是相信 这个确认需要多种渠道 像我们北京 就希望百姓能够通过我们的110报警中心 来向我们的打击电信的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核实 我的消息是什么样 金警官的建议 一 多提到核实来电者的身份 那我们在不能够真实的确认对方身份的情况下 无论是什么样的电话 都不要到ATM L上去操作 也不要到银行的柜面上去汇款 所以说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一条 就不会上哪儿受骗 建议二 不要轻易向陌生人汇款 我们还会教一些百姓一些方法 比如说有的诈骗 这些诈骗呢 一时呢 诈骗团伙还不能够及时的取出钱来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通过银行系统在不断转账的时间 我们就会教给百姓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我们也把它称为紧急支付方法 通过拨打银行的客户 客户电话 我们就能够把涉案账户里边 那个 那个转的那个账款冻结住 为我们公安机关打击 赢得世界 建议三 如果不幸 您已经将钱汇出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里 打银行的客户电话 冻结涉案账户 最近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警方 都在加大对电信诈骗案件的打击力度 并且破获了很多的案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机前的您就安全了 专家给大家的提示 说春节前 类似的诈骗案件又到了它的高发期 一方面 警方会继续的加大打击力度 另外一方面 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时时刻刻的保持警惕 当我们遇到有人在电话里 对我们说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特殊情况的时候 要保持冷静 冷静是让我们摆脱诈骗的重要的心理技术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会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